半天日记就写了个天气冒号 不写完不准睡觉 让你带来辅导 一会儿我检查 爸爸咱们出发 出发是哪儿 预计开头的天气状况 我还没测算出来 在头的指向就是风的来向 今天是系列风 风速 可以用夹脚公式测算 拿树叶抛过头顶 随后手指向树叶的落点 这是手臂与身体 形成功夹脚 用夹脚除以4乘以1.6 就能大概算出 每小时每公里的风速 停 有没有一种可能 手机就能查天气 天气预报老是不准 节省时间吧 天气写乌云密布 这不晴天吗 你往那看 日记就写 今天你觉得最有趣的事 明白了 那就写爸爸的药品 今天早上 爸爸咳嗽着去拿药 药品却没发出 药品晃动的撞击声 而是只让划过塑料 和擦身 所以爸爸 是在往空药品 再次光剪 爸爸残存在 不能光有趣得有意义 我的事不值得写啊 有意义 对了 妈妈今天带我看了一个纪录片 你看这些牛住的都是红温牛舍 吃的撕掉都是精心选取的 这太值得写了 嗯 我发现自己生活的 不如一头奶牛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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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 不是 행